现在出轨的事件越来越多了 那么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男人是否出轨呢 第一 打扮变得年轻 如果男人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穿衣风格 由原来的老恋稳重变成了青春时尚 脱掉西装衬衫穿上T恤牛仔 灰乎乎的颜色挂在衣橱里落灰 红色白色甚至卡通人物都武装到了身上 那你可要注意了 他突然的转变风格其实是在拉近与年轻情人的距离 第二 晚上之后回家马上洗澡 他出门时对老婆说我出去和哥们打牌了 夜里回来后不管多晚多疲劳 他都会马上洗澡 那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安全第一 防止身上遗留下情人的味道 防止身上有情人的与老婆不一样的头发 清理干净了你就发现不了了 第三 突然对你大信殷勤 老婆 这些张活我来干 你好好休息 平日里油瓶倒了都不服的做 今天又是洗碗又是拖地 毫不勤快 不要以为你终于盼得云开 见月明了 他在外面和其他女人在一起时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内疚 回家看到你在家超齿家务时 良心发现一点现回殷勤 保证明天一想起情人的勾魂眼睛 马上打回言行 但是有时在外面也会受伤 那时的殷勤可能会时间长一些 第四 公司经常加班或出差 原本这一个不能成立的等事 在男人出轨后就有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了 一个男人有了外遇 那么一定会向自己的妻子吹牛了 于是加班和出差成了最有利的借口 他近来总说要加班 要不就出差 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陪你逛街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工作狂都代表感情出轨 但大部分男人在出轨后 都会以加班和出差 渐渐从正常的家庭生活中消失 第五 手机到家就关 有了情人的男人一般到家就关机 一来是因为害怕妻子知道点什么 二是担心情人会打电话过来 所以这样的男人平时一到家 不是关机就是调到震动 为了就是自己的漏行不被妻子发觉 一旦你发现自己的丈夫回家就关机 那就要小心了 第六 开销突然增大 出轨以后未讨一人欢心 吃烛光晚餐送玫瑰喝咖啡是必须的 这才能体现一个男人的绅士风度和浪漫 什么叫浪漫 就是和一个女孩子慢慢浪费信用卡上的数字 让她有多变少 男人为了留住这段风花雪月 只好拼命攒四方钱 以前慷慨交给老婆的钱 现在即使还会如数交给她 但心中有几多不愿意呢 只有她自己知道 如果男人没有额外收入 通常会以各种借口 不把工资如素交给老婆 如果有额外收入 男人不会像以前那样傻了 分文不留全交给老婆 有的男人甚至不惜戒烟戒酒 第七 应酬太多 应酬于男人而言 是个体面又风光的事情 好像没有应酬就不足以赠明男人的能力 不足以赠明她事业有成 女人呢 也多半喜欢有用酬能力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多半能挣钱 能给她和孩子的生活 带来足够的物资保证 能撑起整个家 于是呢 这些出强的男人 就会拿着应酬当幌子 在外面大胆地进行婚外情